好 今日看天下天下静在你手中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今日讲一讲 今天要讲什么话题 其实刚开学没有多久 数百万的小朋友们都回到学校上课了 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研究就发现说 才在上一学年的时候 美国的中小学就发生枪击事件的数量 增加大概31% 根据枪支安全倡导组织 他们就讲了 他们早先研究了一个结果就说 在上一学年度的时候 美国发生144起的枪击事件 总共有36个人死亡 87个人受伤 这个数据跟2022年到2023年的学年度的 110起跟29个人死亡来说 都明显的增加了 你看看我们那个年代 像我那个年代 要在学校做一些演习 就是防火演习地震演习等等 现在连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都要演习 如果遇到坏人持枪要扫射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躲怎么逃 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演习 你说是不是学生的可悲呢 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其实我们就讲到了 最近有一条消息 就是这个我们的乔治亚洲 又再一次的发生这个枪击事件了 嫌犯只有14岁 造成了这样4个人死亡 两名的老师 两名的学生死亡 最主要是他拿了那个武器 好像还是父亲送给他的这个礼物 所以爸爸的责任一定要这个追究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 不管你选不选公职的人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媒体讲说 他们非常心痛 非常痛心的 而且这件事情绝对要杜绝 总是好像有一个模板形式 你只要把这个数据跟地点换一换 好像听起来他们的发言都很类似 是差不多的 像是这个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就在星期三的时候 在这个新韩布什尔州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的心跟这个学校是 师生是在一起的 而且他呼吁这些所谓的暴力枪支 一定要停止 那特朗普其实他也发言了 他也就是说呢 他希望呢 他感受到非常难过 这个枪支夺走了家人们的这个挚爱 你想想看 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都是似曾相识 但是总是一直不断地在那个循环 那变成现在这样的事情 好像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的这个自然的 可是这个校园枪击案件 它不是天灾 它是一个人祸 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的 那其实也怪一些所谓民选官 也并没有正式 真的是正式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真正正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当然是美国的包袱 美国的本身立国包袱 第一个就在宪法上面就是讲了 这个呢 第二修正案当中就已经讲了说呢 这个保障美国人有这个拥枪权 这个宪法其实是应该与时俱进的 并不是说你那时候200多年前设 现在就一定不能改嘛 对不对 宪法是可以经过在讨论在修改的 虽然不容易修改 但是是可以修改的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城市跟农村的这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美国地大物广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呢 这个在农村当中 危险性当然相当地高 可能有这个自然的野生动物啦 可能会有一些坏人等等 所以农村的朋友们呢 是希望有枪的 可是城市呢 由这个警察来 有其他这个治安的维护 所以城市的这些人呢 比较上面的可能对这个 不要有这个枪的这个支持度呢 可能会大一点 所以就造成这样一个社会的分裂 再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我说的 美国枪支全国步枪协会 他们呢 这个是势力非常非常的这个庞大 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呢 都会受到他们的这个影响 当然他们是持枪 当然是步枪协会 他们就赞成拥有枪 他们说那些拿坏 那些拿枪的坏人 需要那些拿枪的好人来制止他 这不就是以暴制暴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吗 我个人来说呢 是不是那么的赞同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那我不晓得这个观众朋友们 您对这个禁枪跟这个拥枪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 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呢 就是这个 网路上的网民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AP的这个post 他讲说AP上面的网友他就说 很高兴听到越来越多父母 因为购买枪支给他们的孩子 而被追究责任 其实我刚才讲 就是乔治亚洲这个案件 爸爸送儿子 送小孩子这样所谓的枪械 你怎么会想要一个生日礼物 或者是一个感恩节礼物 去送儿子一个真正的一把枪呢 这个概念跟逻辑上面 其实真的是被需要被修正跟被教育的 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的网民怎么说的 他说或许我们也应该开始追究那些 通过这些宽松枪支法律的政治人物的责任 他说这只是一个想法 对他只是一个想法 可是他实际上要很难做得到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背后有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 利益团体在那边支撑了他们 所以他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些改动跟改变的 再来我们看看LA的这个新闻媒体 他就说这个网友怎么说到 他们的网友怎么说 那些在被告知有问题时 却又没有做警察 他们会有什么下场 其实在这个乔治亚州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新闻里面就有透露 警方其实已经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有约谈了 已经有稍微告诫了这一个年轻人 就14岁的这位年轻人 就说他有一点恐怖主义思想在那边 已经有告诫 可是学校上面并没有去非常的警惕这件事情 所以包括当天发生事情的时候 好像有几所学校都被通知到 但是学校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及时跟关注 所以这也是学校要去追究的 去想想看该怎么去弥补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今日讲一讲